大米这边是有个主管说 每天在公司的保障都可以睡觉 还是要打呼 对啊 我以前 我以前都一直以为在职场上面 你有实力才能够往上爬 但是我告诉你那真的太天真 后来我去到这家公司之后 我发现奇怪他是我的主管 他每到下午三点的时候就开始打呼 而且你知道吗 同事们都知道 而且那时候大家会特别安静 因为呢 怕吵到他 不是大家想要嘲笑他 所以就在line上面讲说 又在睡了又在睡了 你有没有听到 你有没有听到 他讲说每天这么闲 都没有在做事也会累 然后之后有人就讲说 装忙也会累啊 你知道的 他每天的电脑上面都会打开ecell表 然后一整天都不会动 然后呢 他永远呢 他的绝招就是永远在指责别人不好 然后来表现自己很有恼 那我那时候想说奇怪 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嘴炮 那为什么还可以在这边当上那个高层呢 然后有的人就会告诉我说 那你知不知道他爸爸是谁 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他爸爸是谁 然后他就说你去集团的母公司 看一下某某副总 是不是跟他长得很像 你就知道 然后我就发现说 哇原来他爸爸是母公司的副总 所以呢 我后来才了解一件事 在集团里面或者在职场上面 你要认为投胎也是一种实力 对 你就会心服口服 如果你把投胎认为不公平 那其实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在职场上面 会有很多的怨气 对 这个我同意啊 金正恩不就是投胎对了吗 对啊 对不对 那就是靠血液嘛 背景很重要 对 投胎又硬 对 要不然你永远只吃大米 对嘛 对对对 又不能够吃好 所以如果你投胎不好 就可以拼来世 今生多鸡的 好不好 那这个 你说他很会巴结长官 他很会啊 因为你知道吗 当你没有能力的人呢 你就会去想说 那我的资源要放在哪 然后呢 他基本上呢 高层呢 不管是住哪里 桃圆以北都顺路 不仅如此呢 台风天呢 会去帮高层呢 整理花草树木跟盆栽 会去打点那个 私底下的事情 那高层就会觉得很开心啊 会觉得你很贴心啊 然后高层的儿子 假设要买车 他就陪着他去试车 说他很懂啊 他就会觉得大大小小的事 你都能打点 但是他就是因为 他也没有实力 所以属下都会不服他 像我这种个性的人 我就很爱嗆他 他每次他只要做报告完之后 因为他每次的报告都一样嘛 然后就是什么进度都没有 那就有PPT很华丽 那轮到我报告的时候 我都会酸他我就说 感谢某某某把毕生的心血 都放在PPT上面 那你就麻烦了 因为我跟你讲 我其实因为我的绩效非常好 所以我就敢敢敢他 可是呢 基本上这一种人呢 他其实会不敢 就是吃软不吃饮 他觉得你不好 所以他就会觉得会退一下 我下这一天要跟你学 真的吗 我很会嗆瞎 我也打算这样 如果长官 说他想搭你便车 因为刚好顺路 对 你会天天载他吗 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还会跟他搜索很累 但是会升官 要升多少 会真的会 我不会啊 我不要说送他 我连帮人在订便当都不会 对但是我们 老板请你帮我订个便当 中午帮我订个便当不行啊 我还好 我会说我现在不饿 但是我们以前 真的有人专门布着订便当 就这样一直升上去